阿囉哈 都是屏屏屏 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是我們的8月1號的時候 大家看到我們這部影片應該是8月2號的時候 那目前來說聽說好像有一個新的8月的東西出場了好不好 那這個8月的東西你好像是打完關卡 他就會給你就是我們的那個 白金券的那個果實是不是 這個8月強襲活動 通過第五關就可以獲得白金券的這個碎片喔 那現在這個白金券的碎片的話 你只要有10個你就可以獲得一張白金券 超級無力划算的 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呢就是 白金券的話基本上他是100% 一定讓你獲得一隻超級貓貓 或者是我們就是超級貓貓 超級貓貓以上的貓貓 所以這個東西算是還蠻酷的 你只要累積好我們就是那個 10個碎片 你就可以拿到我們就是一張白金碎片 然後白金券 那白金券基本上都是要花錢才可以買的 但是他現在有另外的東西 就是你打關卡就可以累積我們這個碎片 那我覺得就是還蠻不錯的一個設計 至少讓大家就是更能夠就是比較 輕鬆且愜意的拿到我們那個 超級貓貓我覺得還算是ok的喔 好那我們進來就來看一下我們就是這個 八月強襲活動好不好 這個好像通過五關你就可以獲得我們就是那個 獲得我們就是白金的券的那個就是碎片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可以重複啦 如果不行的話蠻可惜的 如果能夠重複的話應該還算蠻爽的喔 好來看一下八月強襲啊 可是他有初級條件限制喔 最多只能初級十隻角色喔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用這套隊伍先來試試看了喔 返鄉1LV1234567 七個問號好 看一下啊 應該會還蠻high的喔 返鄉熱潮 看一下裡面會出現什麼東西 哇先出現的就是不死 不死敵人再加上我們這個紅色炎羅網 哇一大堆不死敵人喔 這關我看我有點危險了 因為我沒有帶上能夠進化的喔 應該說我認知 我認知裡面的話我沒有帶上可以進化的東西 我不知道這裡面會不會有一些人 他是有進化效果的 但是我忘記了好不好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 基本上我們接下來的就是 每天的話 晚上八點都會在我們就是那個 FB進行我們的貓咪大戰生的直播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會跟大家玩 就是我們除了本帳以外啦 也會玩一下我們就是哥吉他帳號 那還有一個全新的系列的話 就是開一支全新的帳號 跟大家一起玩啦 那大家會說 唉呦 會不會再課金 當然是不會再課金啦 如果我要去 我如果還要課金的話 我當然是選擇我的本帳課金啊 我幹嘛要去 再重新開一個新的帳號 然後在裡面課金 當然是不會做這種傻事的好不好 所以那帳號的話就是完全不會課金的 所以就是會比較 貼近於大家的那個 帳號吧 感覺是這樣子喔 好那當然的話 基本上出來的是我們就是 雙腳戰力臉哥 然後這個應該又是一段時間 才可以再解鎖的關卡了吧 對8月強襲要在30分鐘之後才可以在那個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大概要那個 要通關LV5 要通關LV5 就是通關5次關卡還是怎樣 我看一下喔 呃通過第5個關卡 也就是我們就是 因為整個關卡基本上他只有10關 所以你要通過 第5個關卡他就會給你一個那個白金碎片 那如果再通過5個關卡到第10關通關的話 應該有可能就會拿到兩個這個白金碎片 那也不知道他出這個活動的就是那個 次數會不會很多啊 如果會有很多的話 大概你要打5次這個活動 你可以拿到一張白金券 那我覺得也還算是OK了啦 就慢慢來 還是其實他每個月都會有強襲 8月強襲然後9月強襲 10月強襲然後 這樣的話基本上你要5個月才會有一張白金券 那我覺得應該也還算是OK 5個月直接送你一隻超級貓貓好不好 算OK啦我覺得還算OK啦好不好 就看大家怎麼樣去想了 我是覺得應該 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吧 我不知道好不好 看大家了 我是覺得5個月給你一張白金券 因為白金券是絕對會百分之百必中的嘛 對不對 那在這之前的話 基本上他還是會有一些罐頭的必中的話 應該是還可以接受吧 我覺得應該是還可以接受哦 好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打一下我們正傳機關卡後面 10按比按進界線5個問號 一樣用我們剛剛那套隊伍來試試看哦 我是覺得只要有送就好了啦 有送就好了 我覺得大家不要要求這麼多 因為其實白金券從我以前開始玩到現在 基本上沒有在就是靠東西可以就是 拿到的啦 所以基本上全部都是 基本上都是就是你要用台幣才可以買 但是他現在基本上有關卡可以讓你刷 累積碎片的話我覺得還算是挺好的 而且那個碎片好像是你抽10連抽 好像也是會給你的哦 所以你只要慢慢打這些關卡 然後10連抽也有抽的話應該 應該就會比較能夠快速的累積到白金券 那白金券的話基本上能抽的東西就很多很多 所以就很開心很開心這樣子哦 好不好 所以既然基本上6周年結束了 貓戰還是一直在大放送耶 真的是 丟好東西給你哦 哈哈哈哈 那目前來說這關的話 此按比按進界線這關先出現的是我們這個 三種主性的這個 哇哇哇哇哇哇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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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黑色山豬直接GG好不好 我想一下哦這關的話應該要怎麼辦了耶 因為後面還有一隻那個駱駝 我覺得要先努力的先把這個黑色山豬先給他弄死吧 所以應該要以黑色敵人的部隊先來做一個基底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這關 黑色山豬真的很噁心耶 我不是我在講的黑色山豬真的蠻噁心的 好這邊的話應該是直接GG 然後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那個 天使馬 不死 哦還有不死山豬耶哇哨哇哇哇哇哇 這厲害了 所以必須要帶上我們黑色敵人再加上我們進化部隊 這一套應該是ok的啦 這套應該是ok的吧 好不好 先也是帶一個炸彈貓好不好 炸彈貓記得每個月的22號一定要打 哎一定要拿 因為拿起來你就會覺得世界大不同好不好 啊如果你沒拿的話你會覺得世界大不同 被打爛的那種不同 哈哈哈哈 來此岸彼岸進界線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應該是可以的哦 反正待會我們就是先那個暫停 哇應該也要暫停這隻蜥蜴才對 可惜了可惜了 但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我們先以那個 黑色山豬那邊為主哦好不好 先以黑色山豬那邊為主 但好像也是不太行 感覺是不是應該帶個紅色蘋果貓 怎麼之類的來暫停他應該會比較好 也是有可能 沒事沒事來來來來來我們先 先出號機吧 然後等黑色山豬出來 我們應該也是可以先疊很多炸彈貓啦 炸彈貓的話 哎不是哎不是哎 這蜥蜴是不是會把炸彈貓弄爆 好像有點有點像 黑色山豬暫停 暫停死他 沒問題 反正要不要被駱駝打死就應該ok了好不好 駱駝跟那個都不要搞的事 我們應該會比較安穩 然後記得待會還有那個布石山豬 哇布石山豬這什麼搞啊 我想一下因為布石山豬我之前打的方法好像 會比較少遇到他你知道嗎 哇那都是用那個地底磚是不是 對我好像是有用地底磚的喔 別這樣搞捏 不要鬧捏 真地會死人捏 而且你也不知道這隻黑色山豬 究竟什麼時候才會死亡你知道嗎 他現在還沒打出那個攻擊力加 完了完了 我覺得如果這邊來的話 這個天使馬這樣搞的話 應該會有點淒慘喔 天使馬這樣搞的話應該會有點淒慘 只能在天使馬來之前 先把那個黑色山豬給他先處理掉了 不然不然沒轍 因為他這樣弄的話應該 會直接把我們這隻炸彈貓給弄到 爆開喔 比較有可能 啊我們那隻變色我們還沒死啦 哎哎哎 太扯了吧 哦變色龍被我們打飛了 能不能給我弄一下 黑色山豬 完了完了死定了 哇這黑色山豬怎麼還沒死啊 還死了死了死了 哇可是馬上加 馬上接這個不死山豬 哇不死山豬我覺得真的又有點 有點更硬了喔 哇我覺得不死山豬我這邊應該會爆開 沒得暫停不死山豬會被 不死山豬董爆欸哇 尷尬了 哈哈哈哈 尷尬了 哎呀完了 怎麼會這樣子啊哇 那這關真的也是必須得出那個 地底磚了好不好 然後可能不只地底磚 你連那個 電鋸貓都得出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哇天啊 地底磚 地底磚 你在哪 地底磚 地底磚 這邊 然後把舉牌貓換下來換那個 電鋸貓貓 也只能靠電鋸貓貓了不然不知道靠誰了 拜託你了 割草貓就是你了 你是我們最偷的希望了好不好來 十按比按進界線感覺蠻有料的好不好 反正我們一開始就是先努力的先把那個 先把黑色的那個山豬給打死 應該就就還ok了 黑色山豬先解決然後 後面還有天使馬啦 但是哇 那個不死山豬也要先解決一下會比較好一點 哇要解決東西很多捏 要解決的東西會不會太多 好我們先 先電鋸吧 電鋸炸彈貓參半這樣子下去 這樣應該就ok了 然後你還可以存點錢包這樣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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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這隻弄爆我們的炸彈貓哎 怎麼會這樣 他是不是有一個位置是 打比較高傷害的啊 哇靠完了 貿圖不要搞哦 完了完了完了 駱駝在搞駱駝在搞 不是不只駱駝在搞 那個 西野在打塔了哇靠 完了偏圍偏圍偏圍 哇靠 偏圍偏圍偏圍 好像 他的那個舌頭舌尖那個部位好像是 最那個的 會直接把我們給弄爆了 你看炸彈貓 在那邊直接出不來 真的你看 真的 太扯了吧 炸彈貓神明出來哎 哇我們現在沒有半毛錢啊各位 我覺得我們先 先得要叫一些 比較厲害的生力軍出來了 不然我們就慘了 哎完蛋了啦 搞什麼鬼東西毛鬼東西鬼了 哦死了死了死了 好下一隻 下一隻鐵一定要叫這個的 先打後面去一點點 哇你們還沒死啊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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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色龍太扯了吧 啊完了 見真章的時候到了究竟能不能守住咧 哎 拜託了拜託了 暫停住他哦 電鋸貓們 說我求你了哦 哇 哈哈 完了 死上最大危機來了好不好 這一關真的有有點細好不好 有細有細 那這邊沒有關係 因為今天總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這邊有一個辦法 可以讓你就是免費拿我們的白金券了 但是你可能就是要努力的參加一下我們這個八月強行那 八月強行的關卡的話 接著上接下來的話 然後第五關跟第十關哲平還會再分別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我們可以看一下強度到底是有沒有那麼的困難哦 那今天開始已經是八月份哦 所以晚上八點的話 在我的FB的那個 粉絲專頁都會有貓弟子大戰爭的直播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話 都可以直接先追蹤我們的FB粉絲專頁啦 好不好 大家一起嗨一起來體驗一下貓祕大戰爭的直播囉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 我是曲名再見囉 大家 拜拜 拜拜